我手里拿的是一支美金 这个我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 那么这一支是非常漂亮的一支 哑光的冰蓝色的漆面 然后一邦里的脂肪 很多人就说怎么一邦里不是黑痰 都黑也不一定 其实一邦里的话 它有时候是有这种木纹的 你像分的选用的一邦里 基本上在美金里面 都是有这种深浅不已的木纹的 OK 至少这是真正的木纹 不是合成的木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黑痰 那么我们听一下美金的音色 就算是走进去的 后 talk bo的车配 我刚才大致的谈了一下 然后五档加上开直通 明显的功率变很大 然后按下这个之后 它的中频提升很多 那么这是常见的 我们的S1系统 不跟美超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琴的声音 它是分的里面 很圆润的一个音色的 就是它会肥一些 相对于开始的美超 输出的那个线条要宽一点 好我们来听一下它的演奏 我们可以听完它的原声轻音的演奏之后 发现这个琴的输出功率也会大一些 然后它的颗粒感要肥一些 接厚实一些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么你说喜欢哪个的话 这个就看个人口味了 我们听一下诗真 音楽 音楽 那么它的湿针就会很丰富的感觉 因为我又可以提升中频对吧 然后它的声音本来就输出功力要稍微大一点 所以这个的话就看个人喜好的声音 我们可以听出很明显的区别 然后手感的话其实也是 这个不是D型手感 不是美超的手感 但是它就是我们比较了解熟悉的一个 分的一个C型的手感 然后它是一个渐变的一个弧度 美超也是渐变的 OK 基本上就这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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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